新竹县竹北市公所今天来花莲市取经 参访宜花东唯一的四星认证油粮市及重庆市场 透过观摩交流希望有助于该未来市场的新建和规划 花园市长表示期盼通过两市交流互动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购物环境 竹北市公所一行事实人8号上午由主任秘书郭汉章 带队参访花莲市重庆市场 市长温家贤也协同了主任秘书温美华 建设科长徐国成市场管理所所长邱信都到场热情接待 重庆市场知识会则是由主委陈爱玲与委员们引导参观 郭汉章表示竹北市最近要在东区新建一座现代化的传统市场 因此特地带领相关承办人员及市场知识会 还有领滩协会的相关干部专程到花莲市取经 希望把花莲的经营模式带回 作为未来市场新建与营运的参考 那今天我们竹北市三个市场的大老板们 一起来参观我们花莲市的重庆市场 那刚刚参观以后感觉我们的重庆市场 真的相当的有规模 而且里面的摊商大家都很 整个环境都很清洁都很干净 那我们竹北市的人口已经突破20万 而且目前我们在竹北市的东区准备来盖 一个我们东区的一个传统市场 是比较现代化的传统市场 那我们也今天来观摩 就是希望把这个经验带回去竹北 让我们未来盖的这个市场 可以来跟我们重庆市场来相比较 来这边取金 然后回去把我们市场盖得更好 让为我们竹北带来更多的 让民众市民可以更简便 更便利的来采买 市长温家旋也非常欢迎竹北市公所 特地到花莲来观摩 未来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前往竹北市来参访 市长表示重庆市场不仅是 以花东第一个荣获四星认证优良市级 更在去年获得经济部平和为防疫典范市级 此外市场里新级认证摊位也不少 其中又已获得五星级乐活名摊的 五鹿发猪肉店最具魅力 非常欢迎竹北市公所的一行伙伴 来到我们花莲市重庆市场来做相关的参访跟交流 那过去花莲市也跟竹北市有一定的情谊跟交流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真的非常高兴有其他县市 乡镇市的一个我们代表人来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个观摩 那我们也期盼未来有机会能够到竹北市去做一个相对的一个交流学习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相信我们的摊商好朋友们也可以跟竹北市的一些伙伴们来做相关的一个学习 希望我们在重庆市场的部分 未来能够再提升更大的能量来服务我们在地的花莲乡亲 再次谢谢我们竹北市公所的主任秘书 带领我们所有的竹北市团队们来到这边来观摩 那我们期盼未来有更深化的交流 来让两个城市一起进步一起学习 市长表示 传统市场摊商能够获得肯定主要是业者不以盈利为目的 愿意为消费者提供设备上的投资 而在听到摊商此起彼落的叫卖声 参访团成员都说有如是回到自家的市场 这是只有在传统市场里才可以感受到的浓厚人情味 据林爵华联市报道